至于十点不一样精选 我们来关注美国全面防堵中国大陆的崛起 要求半导体业落实去中化 但是包括了台厂在内都必须明白交代哪些制程来自对岸 并且要求国际品牌厂要评估 将供应链撤出中国大陆需要多少的时间 那么这些细节除了中美的科技战会加速台商转移生产基地之外 这对岸严厉的封控措施 不断地增加一些像是薪资或者是环保的成本 也都是台商考虑出走的原因之一 不过台商不仅去中化甚至还有去台化的现象 由于两岸的政治风险升温 高达四成的台厂也被要求 那么你撤出台湾要么你就要做出选择 避免战争爆发时瘫痪供应链 国内企业家最高荣誉经商奖颁奖 表扬来自科技光学食品金融医疗等领域 共58家业者在环保永续和提振经济做出具体贡献 国内经明两年在通膨升息地缘政治 以及中美科技战等因素干扰下 大环境挑战严峻两岸关系也牵动企业布局决策 我们工商业借愿意先行去跟大陆相关的这些窗口来对话 但是现在二十大整个人事的布局完全的更新的时候 可能还是要再等等了 我觉得我们谈完了以后他要换人了 那到底算还是不算那这个是很麻烦的事情 上海迪士尼紧急封闭 上千名游客得做PCR 确认阴性才能离开 中国大陆暴力是清零 商业服务和工业生产 动辄停摆或锻炼 更加深部分台商出走决心 根据美国华府智库 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CSIS所做的最新调查指出 有25.7%的台商已把部分生产或采购业务撤出对岸 33.2%的台商正在考虑 专家分析在多种因素驱动下 的确会强化迁徙意愿 除了这个地缘政治的理由之外 这个台商的中国经营也有很大的问题 因为中国现在人口红利不在 成本提高 那这个然后对于环保有非常严格的要求 所以台商在这个情况之下 他也愿意离开 最后一个理由是中国的民营企业的竞争 台商以前很有竞争力 但中国大陆现在也起来了 所以基于以上种种理由 台商移出中国是必然的 因为中国大陆现在很严格的这个清零政策 那现在这个清零政策 它不只导致说工厂无法开工 那它更导致的结果是 你现在整个中国的消费是萎缩的 它让企业越来越担心说 中国的一些政策的不可预测性 那这个就会加速导致企业想将产能 给移出中国以外的市场 清零拖累GDP 外加政治风险升高 鸡蛋不能放在同一个篮子里 经济部投审会数据显示 过去台湾对中国大陆投资占比 高峰落在2010年来到83.3% 等于每汇出一块钱做直接投资 就有八成比例用在对岸 到了2010年数字以下滑至31.8% 不过有台商直言转移生产基地 是由于低成本的红利消失 政治因素还是其次 因为中国他都在讲求这个污染啊 污染防治这些事情 还有人工的这个成本越来越高 大陆的人工成本越来越高 那这个不管是台资也好 或者是入资其实都一样 他有些已经不堪这个人工的这个负荷 对岸台商去中化 东南亚磁吸效应强大 台湾未必受贿 商业周刊最新调查发现 由于两岸冲突升温 已有四成一的台商客户 要求分散供应链撤出台湾 明年中旬和明年底前 各有一成左右企业将启动海外产能 2024到2025年 离开台湾的数字会更多 这些外国品牌他会担心说 如果我把供应链放在台湾太多 那万一台湾发生战争的话 那这个供应链很可能就随时会瘫痪 所以他们会希望说台湾的这些供应商 能不能把产能移到台湾以外的市场 不管是东南亚也好 尤其是现在越来越多台商在往墨西哥走 因为他们的目标市场是美国 他们在墨西哥设厂 其实符合他们的一些利益 缺水缺电缺地缺工缺人 都是很大的挑战 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 台商也必须要考虑 那东南亚事实上是台商的重点 目前台商外流主要是两个方向 高科技半导体的话 主要是新东向往美国 那另外传统产业也包括高科技 特别是组装的这些到东南亚 那到美国去的话 以半导体为主 地缘政治风险 衍生供应链 去台化现象 为国内长期投资 消费动能 敲响警钟 在美元独强的状况之下 日本坚持货币宽松政策 导致日元持续的贬值 已经创下了近32年来的新低点 不过日元反弹的时机到了吗 专家分析日股相对 欧美股市是抗跌的 尤其在外销企业 以毛利率来看都有在增加 以股票型的基金有存在优势 不过还是提醒 原物料价格没有趋还的情况 也可能会影响到日本的 外销产业获领 日本东京街头人潮不间断 又不少观光客开始涌入 人了两年多游客购物狂扫货 在日本开放短期免签自由行后 要将流失的旅客慢慢找回来 振兴国内经济 在开放之后 就是免签证之后 外国人变多 陆上外国人真的变多 然后或是以前这种银座啊什么的 都明显感觉到人潮是回来的 其实变贵这件事情是 从今年开始就比较有感这样子 那只是说最近的质币贬值 让这个趋势更明显了 长期在日本生活的Apple 明显感受到物价飙升 但薪水确实因为受到疫情影响 没有跟着调涨 我其实他们就是算是电子业 整个公司的营运上来说 他们是其实好像是 这一年就算他借了很多Case进来 整个公司也没有说很赚钱 大环境的感觉啊 因为其实大家薪水也 也没有这么调整 民生开销柜钱变得更薄 尤其美元升值强势 日本政府则一贯坚持超宽松货币政策 让日元汇驾一路探底 国内民生经济难称 但对要到日本旅游的观光客来说 成为一大福利 除了很多人要抢换日币出国之外 对哈日族来说 最喜欢的日本药装 还有这些小家店 现在都是非常好入手的价格 因为日币兑换美元一度来到150元 是创下32年来新低 日元从今年以来已经贬值21% 专家分析 除了有利于日本的观光回温 也反映在日本出口产业上 特别是工业汽车电子出口为主的企业 长期来看 估价仍有看涨空间 但受到原物料高涨 日元贬值效果恐怕不能抵消成本上涨 像是丰田汽车4到9月合并财报 净利润比去年同期减少23% 全年净利润预期不变2.36兆日元 也比前一年减少17% 目前日本通膨率大约3% 来到2014年以来的高点 收向岸田文雄10月28号召开内阁会议 宣布支出39兆日元 大约新台币8兆5000亿元的综合经济对策 其中综合经济对策裁员将包括 2022年度第二次追加预算案 大约29兆1000亿日元 如果再加上民间投资与财政措施 总规模可以达到71兆6000亿日元 针对民生生计就业以及产业的全面振兴 他从9月27号一直到10月的10月底的这段时间 他总共投入了6兆6兆3000亿的这样的一个日元 去把这个美元卖掉的时候 日本的财务省的神田财务官 他已经非常明白表示 我们对于日元这件事情 我们只有跟投资客抗战到底 所以说日元贬值的这个时间点 大概是在150日元左右 这件事情一定只到了就是我们在讲的 4月份的这个日盈 日盈总裁黑田东燕下台之前 会维持这个状况 但是4月过后会不会是这样的状况 就不知道了 你可能在这个moment来看 整个全球股市进入一个熊市 反而在雅谷部分的日股 你会发现他这个地方相对抗跌 然后是会吸引一些投资人 进场来做一些捞底的动作 日本的股市它是因为贬值的关系 然后他在外销企业的这一块 其实让他的毛利率增加非常的多 也使得说目前日本在做这个 市调的过程里面有900家的公司 70%的这个获利数字都是超乎预期的好 所以在整体投资这个日本市场上来看 我讲的是就日本基金的角度上来 后疫情时代各国力拼经济复苏 尤其在美元独强之下 非美货币贬值不断破新低 专家强调日本股市跌幅幅度相对欧美小 将有望成为成熟市场的投资信心 房市到货潮是不是要来呢 专家从七大指标预测 说三个月之内会有五个县市的房价将下滑 再把时间交给做好 好现在这个房市的导货潮是不是要降临了呢 我们就来看到有哪些的指标 大家可以特别的来关注 其实会展九月份的中股屋交易价格指数 就预测到说在未来三个月 包含了台北高雄新竹台中以及台南 这个房价的部分将会下滑 在多空交杂的情况之下 到底是不是房市出现了导货潮 这有七个指标可以来做预测 首先第一个就是供给 有没有短缺或是量增的情形 那目前来说是没有短缺的 再来是是不是买卖的交易有变少 目前是确立了量缩的格局 还有就是成交单价 是不是向买方移动 确实现在有一些是有松动的 不过这个还要长期的来观察 还有就是市场有没有降价求售 以及销售的天数增 溢价率幅度是不是有升高 还有就是过去被视作是铁板一块的 预售屋是不是有进行一些调检 以及最后一个就是房市的税收 是不是因此而减少 那当然因为这个价格的部分 不会立即反映在这个数字上 不会实价立刻就来看得出来 所以不管是自助啊手购族啊 最好也是可以先观察两到三个月 好那么继续就来看房市 说到了房市 其实台股的影响也很大 主要就是因为台股今年屡创新低 造成房市的买气激动 主要都会居的购屋人潮当中 又以新竹人的购屋自备款 亏损比率是最高的 对于竹科新贵 年轻购屋族群影响尤其大 当然就会影响到买房子的意愿 越来越多人就呈现归观望的态度 也使得房市的成交量就逐渐的萎缩 但是尽管新竹房屋的买气激动 但是房价也没有因为这样子而走跌 其实这个view我蛮喜欢的个人 因为看出去那边整个对面 右前方就是新竹市的旧市区 新竹市政府也在那个方向 那园区就是在左前方那个方向 位在头前夕水岸第一排 难得的河岸景致 竹科工程师Kevin 八年前购入竹北市豪宅聚落区 相当重视生活品质 比起传统公寓 他更喜欢住大楼 尤其是学区宅 因为我本身是从事半导体业 所以那购物考量当然是就近园区 那去客户那边也方便 所以这个地方因为它离交到很近 开车到园区约10分之后可以抵达 所以当初也是购物考量 那至于学区的话 那其实这边学区也算相当不错 因为这边是属于成功学区 那成功学区的话 它的升学历基本上应该在全国也是排名前几名 蛮素的啦 蛮简单 当初专门都是我老婆自己处理 因为厨房女孩子比较喜欢 比方说这个柜子 也是当初我老婆 自己请设计师来设计的 那收藏的东西基本上都是我老婆自己挑的 当初花了3000多万买到百坪房子 与太太一起布置完成心目中家的样子 她也发现这几年竹科工程师新移民变多了 增加了买房的刚性需求 竹北这边包括新竹人口一直迁入 那这几年几乎是一无难求 那最主要是因为园区的人口数大量的成长 比如说20年前园区的从业人口将近10万人左右 那现在已经逼近 今年将近逼近到17万人口 那其实买房子在这一区 包括那个关谱以及竹北 他们买房子之后并没有后悔 因为觉得房价还是整个还是持续往上成长 只是近期股灾和房价高涨下 今年第三季新竹县市房市买气转为官网 销售率大幅下滑 相较上一季成交量减少近三成 呈现价涨量缩情况 最近新竹不论是城屋交易量 或是预售屋推案买气都明显缩手 这道通膨以及升息等影响 使得台股近年以来是屡创新低 而这波股灾也让不少购屋族影响到购屋意愿 股灾赔掉了购屋自备款 对竹科新贵年轻购屋族群影响最大 根据房仲业者近期做了调查 新竹购屋人多达31% 自备款亏损全台最多 而且年纪越轻影响越大 未满30岁的自备款亏损占比最高 再来是30到34岁族群 中产阶级40至44岁也有约23% 尤其是最近股票有一个比较大的波动 年轻人在购物的选择上 他自然而然他会觉得说 是不是在这个时间不急着做选择 可能会有一个更好的价格出现 所以以至于在近期 不管是在建商的推案量 或者是目前买方自用的这样的一个选择的时候 消费者冷静的状况 可能国际情势再加上整个一个美国升息的影响 所以这个部分会影响到我们足科工程师 或者是在地的现有的买方 他怕买在高点 那现在这个情况其实是他是在整合 然后甚至是在做一个盘整 新竹房屋买气急动 但房价却没有因此走跌 根据第三季国泰房地产指数统计 新竹县市推案每平成交价49.7万元 计增21.25% 年成长84.26% 像是竹北市 每平单价就来到54.39万元 房仲专家指出 新建案价格持续攀升与三大因素有关 就是原物料前阵子涨价 目前也还没有回文的一个状况 那第二个状况就是市场当中的刚性需求 毕竟你是外移人口比较多的城市 那自然是市场有这样的一个需求的时候 它价格一涨难跌的状况 那我觉得那个第三个就是 我觉得持有房地产的人 或者是未来想要持有房地产的人 他们都还是觉得说 经济面临通货膨胀这件事情 是难以避免的事情 所以此时不买 未来一定更贵 自然而然是会比较难有一个 大幅下滑的一个现象 逐科人买房脚步 虽然相较去年同期放缓许多 资金面的确出现不少亏损 但这也让房市回归冷静于理性 TVBS新闻 陈建民 刘燕轩 新竹采访报道